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乐又想 人生祈福也是很平常 请相信努力就有希望 相信积极就不彷徨 请相信秋天也有阳光 相信善良就活得温暖 路很长不会绝对平安 在海洋不会没有好 吃过苦恒冬的天的香 一朵花也会有它的芬芳 明天不管命运怎样 你我都会很有力量 人生面对什么土壤 我们也会想写人帐 一片沙漠也可以生长 一片水分也可以茁壮 我要出院 我在这里待一天我不舒服 妈 我也想 你要是不生病 我不会让你住院的 我生病是被人气的 我告诉你 如果我家里没有那个人惹我生气 我就不会生病 我知道你说什么 你不就是想说阿兰气你 我可没子民道姓 你说对了 那算你聪明 但我怎么听说是你气他呀 下雨天把人关在外面还要赶人家走 人家说谎你也相信啊 我算是白养了你了 你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你看看你妈这么弱不禁风 多可怜啊 我哪里有能力赶她走啊 肥猫 你说对不对啊 我婆婆 我要转做污点证人来指证你了 因为呢 我在案发现场是很清楚的 是你呢 关了那电闸不让蓝姐姐做事 是你呢 锁住大门不让蓝姐姐进屋 是你呢 见到蓝姐姐淋雨你还很开心 而且你说见到大地回来要赶蓝姐姐走 你是在说谎 肥猫 你吃谁煮的饭呢 问你的 你住谁的房子啊 问你的 那你应该支持谁啊 我谁有道理 我当然支持谁了啊 婆婆 你不是这都不懂吗 傻瓜 对 我是傻瓜 我浪费了那么多粮食 养了你这一只狼狗来咬我自己 我是肥猫 不是狼狗 狗没有猫长得那么帅啊 你帅啊 你不去照照镜子 厕所有镜子咯 我照过了 证明我真的很帅的 妈 你们俩别闹了 妈就是医院不是家 她是阿芳的姐姐 是自己人吗 自己人 她不是自己人 她是阿芳的姐姐 她不是你老婆 人我见多了 谁好谁坏 我心里全明白 我慎重的向你宣布 她不是自己人 她肯 我不肯 你肯 我也不肯 妈 你说什么呢 你 你听不明白 那我再说一遍 她不是自己人 她永远都不会是自己人 婆婆 你最疼我 那我是你自己人了 你呀 你跟着不往里弯 你就是自己人 支持我 听我的话 你就是自己人 否则的话 就一脚把你踩出去 你不是对我这么狠心吧 我就是这么狠心的 你看看你 满身的肥肉 我把你剁了 包饺子 完了可以包很多的饺子了 你坐在那儿干什么 你偏见 你对人家有偏见 那我不只能坐在那儿吗 我对谁都没有偏见 是她有问题 世杰 打你出差的那天开始 她就找我出碗 一回来就往楼上跑 别说跟我打声招呼了 她连你都不理我 拿我们当透明人 我告诉你 她不懂晋脑 她不懂身险 她不懂体谅 她不懂关怀 我做了一大桌子 菜起来吃 我求她 求她下楼来 人家理都不理 人家不领情 这幸好遇到我这么好心的人 好脾气的人 要是遇到那些坏脾气的人 我告诉你 还不知道搞得多么天翻地覆呢 来 妈 你坐 妈 那你记不记得 你怎么到医院来的 我当然记得了 是被她气的 气晕了 肥猫带我来的 不是 是蓝姐姐 背你来医院的 我跟在她后面的 她那么瘦 她背得动我 我才不信呢 你晕了 当然看不到了 婆婆 你不是这都不明白吧 好啊 肥猫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不舒服了 你竟然不关心我 你竟然不理我 我白痒了你 不对 我白痒了你们两个 婆婆 你不要生气 我很关心 如果你死了 我会哭得很大声 很伤心的 你怎么就不能说一下好听的 什么死啊 死的 我不要理你了 你不想理我 那你转过身去 为什么我要转过啊 你 你给我转 你背对着我不懂礼貌 跟我面变 我请求说话 你说呀 又没人封住你的嘴 不准说我不爱听的话 妈 我就不明白了 你干嘛 你干嘛非得针对她呢 你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我没有针对她 是她不懂尊敬我 人家怎么不尊敬你了 下着大雨 发着烧人家 还把你送到医院 她没这个必要 她完全可以不这样做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错了 我错了 妈 这事你做的的确不太对 可是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再说我又不是圣人 我是白人 我这么大把年纪了 我错了怎么样 我有错就要认错 婆婆你应该像蓝姐姐认错的 你呀 你罚站还要说话 我 我错了 我要认什么错 妈 你在这儿我真的生气了 我不敢认错就是不够勇敢 婆婆你不是这样教我的 你不要不认啊 我 我看见她我才认错呢 我看见她才认错呢 就不够勇敢了 那我 我 我是病人来的 你看看 哎呀 我脚也无力啊 我现在手也无力啊 我 我得躺下去睡觉吧 哇 你装睡也不认错 那就更不勇敢了 哎呀 婆婆你不是这样吧 哎 阿兰 你发烧出来干嘛 瞎掰 我是来看看华老太怎么样了 哇 婆婆很大声很精神 还会装睡 只是不够勇敢而已 我并不养生不行啊 哇 你刚才说看到蓝姐姐跟她认错 你现在又不认错 那你就是不够勇敢了 我没有说 说什么 哇 你不说就是不勇敢 那以后你不要再教我了 我生你气的 我怕什么 我拿得起放得下 对不起啊 终于说了 哇 好啊 我把婆婆气得变勇敢了 其实没什么的 一点小误会 不用说对不起啊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不用了 你自己还在生病呢 把你自己照顾好才最要紧 我没事了 阿姐啊 我想出院了 暂时不行 你还得待两天观察吧 可我真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你看医生不相信医生的 我告诉你啊 我从前是护士长 我最清楚了 这感冒菌啊 会变肿的 你不要小看咯 一不小心啊 它就入耳入脑入眼 你别以为自己年纪性就逞能 妈 这次你说对了 你再待两天 如果真没什么事的话 我一定让你出院 我不会让你站着我的床铺上 那 那好吧 那霍老太 你好好休息啊 走 我送你过去 妈 把这药吃了 喂 妈 喂 我肚子饿了 给我打个东西来吃 哇 婆婆 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买吧 嗯 随便吃吃了 我要两碗鱼翅 我还要鲍鱼炒饭 再来一个冰糖炖燕窝 哇 什么都好吃 但是都不能吃 因为你是病人 只能够喝粥 我帮你买粥吧 肥猫 哦 陈先生还没回来啊 好吧 那我吃一点咋给他吧 谢谢啊 子芊 你看 妈妈的样子多着急啊 我能不着急吗 你才别多这么久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总该有个结果吧 比赛卖兽一定成功的 更何况陈生那么忙 她也不止跟我这个比赛 还是你教我的 我们要顺其自然 对不对 这可是你的比赛 你怎么每天都不紧张呢 我也紧张的 不过有时候呢 我又会想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还可以生活下去 我们可以卖饺子 反正生意也不差 这样下去也挺好的 我不是不满意现在的生活 我只是希望看到你 重新做回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季晨 拍照是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但也是我自己选择放弃的 如果说我真的没有机会 可以重新开始的话 我不会怪任何人 真的甘心吗 是你教我要面对现实 还好用你在我身边帮我 那好吧 那我们就顺其自然吧 走了 去哪里啊 买菜啊 要不然晚上我们怎么开档啊 走吧 我帮你推吧 对不来 对啊 给今天买琴的东西很便宜啊 是 陈先生 陈先生 我没吓着你们吧 没有 只是我们都有点意外 你们怎么会这样说呢 你们就没有想到我会来 陈先生 我们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你对你的作品也太没有信心了吧 我来专门给你送奖的 镇长真的得奖了 我真的拿奖了 我早说过对你有信心的了 虽然这个奖不是什么大奖 不过你的作品啊 真的比很多人都要好啊 这证明你很有实力 恭喜你们了 谢谢啊 陈先生 这次真的麻烦你了 你们千万不要客气啊 我只是把你们的作品送上去而已 到底是不是真的拿奖 那还是评委说的算 哎 不过当时的情况啊 是所有的评委都一致认为 说你们的这个作品拍得非常的随意 而且你抓住了最好的神髓 还反映出当时你拍照片的那个心情 我把你的作品给你带来了 现在啊 物归原主 这是姐姐帮你挑的 挑这张最好了 先生 要你亲自来送这个奖 很不好意思啊 那这样吧 晚上留下来一块吃饭吧 是啊 我还正想留下来吃饭呢 还有事情跟你们说 不如先请勿收吧 来 小瑟奇 来来来来 紫芊的样子真是很可爱 要不然 你们也拍不了这么好的照片啊 哈哈 她现在是睡着了 她闹起来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小孩子嘛 还是可爱一点的好啊 哎呀 看到你们两口子现在重归已好 我真的替你们高兴啊 对了 吉祥 你现在还在卖饺子吗 是啊 你们就没有想过开一个婚纱店 想是肯定想的 不过按照我们现在的能力 别说十年八年 就算这一辈子也不太可能了 哎呀 做人不能这么灰心嘛 哎 你要是真的有意思 我可以跟你合作 陈先生 你的意思是你支持我开婚纱店 对呀 你现在是摄影冠军 你就是最好的招牌 哎 开家大的我不敢说 开家小的 我想没问题 但陈先生 说实话 我现在身边真的没什么钱呢 啊 钱的问题你不用考虑 我会安排好 到时候等你们挣了钱 再还给我 正常 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 嗯 不过陈先生 你要我在那么短时间内 筹备一家婚纱店 我怕 你不用马上打扶我 你们想清楚了 再告诉我 好吗 好 来 吃饭吃饭 来来来 不要客气啊 不客气 走 在干什么呢 啊 你看 今晚的夜色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他好像知道我们的心情一样 特别在帮我们庆祝呢 你决定了吗 我决定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一个软弱的人了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 你一点都不软弱 这个世界上锦上添花的人就很多 雪中送炭的朋友就很少 我们一定要多谢陈先生 妈妈说过 好人都会有好报的 只要我们不放弃 那这么说来 还得多谢妈妈 谢谢妈妈 别听你大哥的 大惊小怪 这大哥一着急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就赶紧赶过来了 你怎么会晕倒了呢 别说我了 你呢 怎么样 大爷呢 他出差了 今天晚上就回来 他还打电话让我问候你呢 哦 终于懂得互相体谅了啊 有时候想想他每天也挺累的 连饭都没时间吃 现在我就学着包点汤给他喝 好啊 哎呀 你想想看 在家做少奶奶多幸福啊 也不是 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挺闷的 那就自己找娱乐呗 进来 华老太 阿兰 你怎么来了 肥妈今天早上赶着上班 我帮她把包好的粥拿过来给你 来 交给我吧 高律师你好 陈小姐你好 哎呦 什么陈小姐高律师的 都是自己人吗 过来坐坐坐 来 请坐 好 华老太 我盛碗粥给你喝吧 都是热的呢 自己来 怎么 今天有空啊 没有 我等一下还要去见一个客户呢 喂 半夜 对啊 对不起啊 哎 你不是在开会吗 这个客户啊 我已经接触了很长的时间了 要是再搞不定的话 这下我就惨了 这么辛苦啊 就不要做了 找个好老公啊 是女人最佳的选择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个人脾气那么倔 谁敢娶我呀 你倔得过我吗 找一个啊 能接受你这倔脾气的人 不就行了 你看 他不倔吗 看看他现在 多幸福 多甜蜜啊 哎 哎 累不累啊 累 哎 我刚才在走之前就给你熬好了 你还喝得汤啊 嗯 老婆的爱情糖我肯定喝啊 老婆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哎 哎 哎 这次在外卖是不是犯错了 怎么突然你嘴变得这么甜呢 没有 是静静教我的 她说要 要对老婆适当表达自己的心意 要制造一些小浪漫 这样老婆才能高兴啊 我我没想到你不高兴 怎么我跟你说的话 你全倒耳旁风 这个静静说的话 你怎么就这么听呢 那我不听得到 我我是说 你以后这些话 别跟其他的女人说 那那汤是你端出来 还是我端出来 当然是我端给你了 吃了 哎 回家好啊 快老婆回来了 哎 家里好吧 那就准时吃药 要不然我再给您送回去 你敢 哎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啰嗦了 一路上讲了二十多遍呢 好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哎 坐吧 董太 哎 有点饿了 那您先吃点水果 不要 我要吃 要不就炒饭 要不就炒面 要不就喝粥 那我给你买了钱 哎 不用你 你不是要赶到医院去吗 再让我自己来 啊 没事 我可以啊 哎 你怎么这样呢 你不是赶时间吗 你走不走 我不就是想跟您多待一会儿吗 这个人啊 看样子 不要我打你才行 哦 行了行了 我来照顾华老太吧 你有事先回医院吧 你 我 你走不走 我 我谢谢人家 那我把行李给你放上去啊 哎 吃什么呢 华老太 你不是饿了吧 呃 外面的东西太油腻 你不能吃 要不然我包粥给你吃吧 你会包粥 你不是只喜欢吃方便面吗 肥猫给你包粥的时候 我在旁边我全都看了 哦 看了就会了 没关系啊 反正有你在 我要是做的不对 你可以教我吗 这就对了 我怎么说 你怎么做 这做人做事都得这样 过来 哦 肥猫 你还有电话啊 嗯 是啊 我有电话 我很专心吃饭啊 谢谢你啊 喂 你好 我是肥猫 请问是不是找我啊 我大妹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想约你吃饭 你找我吃饭啊 不行啊 因为我现在在吃饭呢 如果你想找我陪你 早点打电话给我嘛 我那么你说吧你说吧 你说吧 是今天晚上 我今天晚上肯定要吃饭了 你不是这都不知道吧 难道你是傻瓜 来了 大哥 我大妹啊 你说约我来吃饭究竟有什么事啊 最近再说吧 哦 我谢谢啊 多了 没有 好 你们全都在这里 怎么小妹和正常都在这里 就因为他们回来了 兄弟姐妹几个都齐了 就要请你过来一起吃个饭 顺便给你一个惊喜 欢不欢迎我们回来啊 欢迎 刚才下落我好好怕 现在又很开心 大家先别吃了 今天除了咱们聚在一起吃饭之外 还有一个大事要向大家宣布 正常算了我不带你说 你自己说我的 我参加了摄影比赛 拿了冠军 哇正常哥哥你好棒 又拿奖了 肥猫只不过是个小奖嘛 什么大奖小奖呢 你在我们眼里就是冠军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阿湘你说 陈先生啊 这是正常重新开一家婚纱店 所以我们就回广州啦 哇好啊 正常哥哥又可以拍婚纱照了 小妹你们什么时候搬回广州啊 找到什么地方住没有啊 他已经搬到我们这住了 哇原来你们个个都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我们也是来了之后才知道的 大哥不要紧了 最主要是开心嘛 我说的也是啊 我开心就行了啊 那以后麻烦姐姐姐夫喽 麻烦什么 你姐夫整天飞来飞去的 明儿也不在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这下你们来就好了 我会更加开心了 有你们在这住啊 阿荣就不会再闷了 你知道就好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心疼啊 怎么那么差啊 我心疼啊 正常 正常 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在想 大家都那么为我高兴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比以前做得更好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我们都对你有信心 我对你的老公 一直都是很有信心的 是啊小妹 我对你老公也很有信心 好 来咱们对信心干一杯 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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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们吃那个银的心 是啊 我给你们看 一会儿吃 华老太 饭做好了 向楼吃饭吧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我不想吃饭了 是不是不喜欢吃我煮的饭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不瞒你说 我和光临集团的大老板 合总谈的那份合同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可是他总是觉得 有点欠缺不够完善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到底缺在哪 那就不用想了 但是我 别但是了 这个人肚子饿的时候 是什么都想不出来的 吃饱了 说不定就有灵感了 来来来 下楼吃饭 华老太 吃饭 华老太 来 吃水果 今天的苹果特别的脆 怎么 心事重重啊 没有啊 逃不过我的眼睛 有什么问题 说说看 就是那个合同 还没有签成了 就是跟何总谈的 那个合同啊 继续谈嘛 我已经好几天没见他了 说实话 是他不想见我 我出来做事这么久了 一直对自己都很有信心的 可是这次啊 输都不知道输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自己真是好失败 你不应该这么想 一点点小小的挫折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不是你的个性 你一向都很坚强了吗 对啊 我以前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一点小小的成就 我就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啊 现在我才知道 自己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什么都不是 这就对了 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啊 要你不失败也很难的 遇到了困难就守足无措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呢 这是你的自信心形成的压力 而这个压力呢 就进入到你的脑子 自然就会摆命一书啊 这一书啊 就要了你的命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还原基本法 把所有的事情呢 重新整顿一遍 想清楚每一个步骤 看看这个问题呢 究竟出在哪里 当然不是说你自己没有问题啊 至少证明你自己不会放弃 我都试过了 可是还是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你觉得我的问题在哪里啊 我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呢 不过你肯定有问题 我在想呢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完全都准备好了 那你就用你的真情 毅力和时间打动它 真诚和毅力我都有 时间我没有了 我要在走之前把这个合同谈成 要不然我怎么有脸回去见我的老板啊 再说了 我走的时候啊 我是拍着胸扑根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定的 那你再去尝试一下嘛 实在人为啊 如果真的是不行呢 那就是不行了 至少你问心无愧啊 我请姐姐 我请姐姐 谁吗 你怎么在这啊 我来等你放学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聊天了 没办法 我要上班又要上学 所以我来接你放学 一起吃宵夜那样可以聊天呢 我今天晚上还有功课没做完呢 我请姐姐不要吗 你去了好不好呢 因为呢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听了之后会开心的飞起来的 有那么开心的事和我说吗 是啊 好不好呢 好不好嘛 不 不 走呀 我真的是很开心的 因为婆婆和蓝姐姐呢不吵架 还经常会聊天 正常哥哥呢 赢了摄影比赛 又有人和他开婚纱店了 小妹从此呢 就会搬回广州住 那样每件事情呢都是很开心的 这样就好了 我请姐姐你听到我这样说 又会不会开心呢 开心啊 我不过最开心就是我 因为我是大哥嘛 应该最开心了啊 我好开心啊 我请姐姐 我请姐姐 什么说啊 为什么一晚上都是我说话你不说话呢 我有说啊 我你每次都只是说好啊 对啊 最多就是这样好啊 这四个字而已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没有 我在想今天晚上功课怎么做 我原来你没有做功课 那你快点回去做功课 走那边吧 走那边吧 我刚才看到地上一样 那个心呢就乒乓乒乓的跳 好像要跳出了一样 你是不是被吓着了 赶快去医院看看吧 我不用看医生 我回家就可以了 生病了就要去医院嘛 你回家有什么用呀 因为我弟弟大弟是医生嘛 那我回去看他那就是看医生了 那赶快回家吧 让你弟弟给你看看 我 我 不过现在又没事了 你真的没事了 我是啊 太奇怪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走了 我请姐姐 那你先走吧 看不出肥猫 你还挺有绅士风度的 我不是吧 我让你先走 你怎么说我全身都是屎啊 绅士风度 我不是说你全身是屎 是说你很有礼貌 那我真的是很有礼貌的 走了 我很有绅士风度的 秦姐姐你到了 其实你不舒服就不要送我嘛 你现在好点了吗 我很精神啊 我送你上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你赶快回家休息吧 我说的也是回去太晚 婆婆了大弟了和蓝姐姐呢 都会想念我的 你还说赶快回家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丰收 你干嘛 把你上厕所呀你 没有我手机没电了 我给你了坏信息呢 什么信息这么重要啊 你别管我 你快上班吧 对 我要上班 我回来再问你啊 走啦 拜拜 怎么样 你做功课做好了吗 我没做功课 今天晚上和朋友吃饭 刚刚回到家里 你呢 我也没做 我今晚和家里我们吃饭 刚刚看着书 对了 你不设计有没有头绪啊 说来听一讲 还没有想到要设计什么 今晚真的要用心 那我不妨碍你做事 送之各给你 让他陪你做功课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这样的声音又试过呢 全身的骨头又软掉散掉这样了 你下次过马路一定要小心 哦 不过我看你这样挺精神的 没什么不舒服 我不是我真的有病啊 你不信我伸舌头给你看看 你这样我怎么看得见 行行行行 你赶紧跟我到医院去 我给你做个全面检查 你是院长应该很厉害的 给我些药吃就可以了 给我点药吃好不好呢 好不好呢 你就想吃药 是啊 非得吃药 我有病当然要吃药了 你这都不知道 麻烦你可怜一下 好好我拿 快点了 谢谢 那这个啊 一次一粒 一天三次早中晚 一次一粒 那一天呢 早上中午 还有晚上吃一粒 那这样就是每天三粒了 对 那要不要喝水呢 那就随便你了吧 那是大杯的还是小杯水 那也随便你 不过你记住 多喝水是好吃的 我知道要喝八杯水吗 不是一次喝八杯水啊 是一天最少喝八杯水 大弟你说的那么清楚 你都应该是一个好医生啊 谢谢 那我下去吃早餐 拜拜 来 我蓝姐姐走 什么 怎么还没去上班啊 我这就去了 我不能说那么多 因为呢 我吃完早餐呢 要吃药 吃完药呢 那我要上班去的 你生病了 是啊 不过呢 不用去医院的 蓝姐姐你也是 如果你病了不用去医院的 只要你走二十二节楼梯上去找大弟 那就行了 很方便的 谢谢你提醒我啊 我不用客气 那我先下去吃早餐了 拜拜 早啊 师姐 早啊 对了 别冒失忆了 她没病 那她刚才在吃药 她还说她吃的药是你给她的呢 我给的那是维生素C 她说她有病 依我看一点事都没有 她非要吃药 那我就给她了 原来是这样 好 阿蓝 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气色不太好了 没事 就是睡觉睡得不大好 其实呢 人是很困 可是躺在床上又睡不着 想想这个 想想那个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你这经常失眠可不太好 这会影响你抵抗力的 要不这样吧 我今天下班给你带点安眠药 你每次睡不着的时候吃上半片 但是记住啊 得真的睡不着才能吃 这药一旦要有了依赖性 那可就不好了 谢谢啊 那下去吧 哦 对了 我差点忘了 我落了一份文件在屋里 你先下去吧 那好 世杰这个人还挺细心的 不管也不奇怪啊 他是做医生的嘛 当然细心了 好 喂小朋友 儿童套餐来喽 那这只小摇头狗呢 是送给你的 谢谢肥猫哥哥啊 我不用客气 他长得很帅啊 谢谢你啊 肥猫 我肥猫哥哥 去吃饭了 我不去了 我吃过饭了 你还能吃呢 走啊 不行啊 我还要做事呢 明天我没约人 你不如明天约我 明天归明天 你现在跟我去吃饭 吃不下就喝点东西 你真的这么想我陪你吗 当然了 如果不是我也不会开个车来接你 那我先跟李哥哥请假了 不用了 我是老板 我叫你走就走 你是老板而已 但你不是这里的经理吗 那我出去一定要跟经理请假 这些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吧 好了好了 我帮你请假 阿丽 是 陆先生 今天肥猫要请半天假 是我要他请的 所以不要扣他工资 好的 这样就可以走了 我请假不扣工资是不对 那我不去了 够了够了 可以走了没有 完蛋还不行了 什么事啊 肥猫大哥 我还没换衣服 你不是这都没看见吧 你快点换衣服 我上车等你 我麻烦你开好空调等我 我还是不要来环保 不应该用那么多汽油浪费吗 欢迎下次光临 你好先生 请问定位了没有 定了位的 姓陆的三位 陆先生 这边请 请坐 我肥猫哥哥为什么要定三个位子 还有人来吗 我约了朋友 打算介绍你认识 这样也对了 你介绍朋友给我认识 那我才可以跟他做朋友吗 来了 小姐 请问定位了吗 我找人 你们到了很久了吗 刚刚到 你好姐姐 我是肥童哥哥的好朋友 我叫肥猫 还没请教呢 你已经请教过我了 我不是吧 我没有见过你 你不认识我了肥猫 我是千千 你是千千姐姐 你不认识她了吧 坐下来慢慢认识 吃午餐好不好 好 肥猫 吃什么 中午当然吃午餐了 难道吃晚餐吗 傻瓜 三个午餐 谢谢 对不起 我去下洗手间 我肥童哥哥 那可真的是千千姐姐吗 为什么样子全变了 就因为你 不是吧 又关我的事 怎么会不关你的事 就因为你 我才将它改造成这样的 是吗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你忘记了吗 以前我经常嫌千千麻烦 事事都管着 样子又不漂亮 是你帮我发现了它的优点之后 我才学会欣赏它的内在美 当我欣赏完它的内在美之后 发觉它的外在美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就决定改造它了 现在怎么样 现在千千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简直是世界小姐那么漂亮 这就是说它现在不担实用 还很耐看 还有 我发现原来千千对我来说很旺的 前几天我带它去谈生意 不用十五分钟就谈成两单 顺利的不得了 破了记录 那么恭喜你了 非同哥哥 发财了 所以我今天专门带千千出来多谢你 那我也要谢谢你请我吃午餐 喝一杯 好 干杯 你现在晚上有空吗 可以来借我放学吗 还想这几晚都见不到你了 可以让你专心的做功课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做完了 还没做完 有些事情还没想清楚呢 那你又约我出来宵夜 不像你的性格哦 我有点事要想问你 不是吧 时装的东西我不懂的 给不了你意见 不是我的功课 我是想问你 学英文的学校找好了吗 没有 没找到 那你说说 你都挑了哪些学校 这么多金我怎么记得 你不用担心我的 吃完宵夜之后呢 赶紧回到家里做功课吧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学校 给我打电话 好吗 嗯 惨了 怎么记得被不出来 好 谢谢 谢谢 今天晚上真的要敢做功课 不能和你吃宵夜了 不过 你能来接我放学吗 阿晴 不好意思啊 我手头还有点工作在做 所以来晚了 没关系 我也是刚刚才到的 有什么 你又说赶功课 又说没空吃宵夜 那又叫我来接你 是啊 不是啊 我今天晚上赶不出那个设计 我就死定了 我是有东西要给你 所以才让你来接我的 什么东西啊 我脑子又不太好使 东西放在家里了 以后一块走吧 我回家拿给你 什么东西啊 发现是好东西了 走了 你说要给我看的东西 就这个啊 对啊 这里有十几间学校的夜校章程 我觉得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学校 我怕你手头资料不够 就忘你又找了一些 我觉得这间学校是最适合你的 它有十几个班 有初级班 高级班 口语班 和商务英语班 但是要说师资呢 就是这间最好了 这里有好多老师 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很有教学经验 但是要说教学环境呢 就是这间最好了 你看看 好啊 我拿回家慢慢看啊 我不妨按你做功课了 不行 就在这儿看 你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马上问我吗 没关系的 我在里面做功课 你在外面看 就这么定了 不是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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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